经过近20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旅美大熊猫贝贝于11月21号凌晨回到了家乡,并入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亚安避风峡基地。 据了解,雄性大熊猫贝贝于2015年8月22号出生在美国国家动物园。 根据中美有关大熊猫繁育协议,在美国国家动物园出生的大熊猫要在4岁时返回中国。 11月21号,记者来到避风峡基地,透过隔离检疫受设的窗户见到了回家的贝贝。 经过一夜的休息,贝贝仍躺在特制的碗形铁床内一动不动,不停用眼睛观察着门外,似乎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有些紧张。 随后,在美国饲养员和避风峡基地饲养员苏灵骁的呼唤和安抚下,贝贝慢慢爬下铁床,拿起一根竹笋啃食起来。 我们看到它会很紧张地在内舍夺步,然后攀爬栏杆之类的,都能反映出它是比较紧张的,比较警惕。 然后,但是在我们人都走了之后,散去之后,我们投给它的竹笋和竹子,它采食的情况是非常好的。 像它昨天晚上还采食了4公斤的竹子,然后它这个采食情况,包括它现在精神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随后,在饲养员的反复引导下,贝贝终于走出寿舍来到园区的树林。 贝贝一现身便引起了人们的震震欢呼,它似乎有些害羞地钻进了树丛,慢慢地巡视着周围,在地上,树下留下自己的印记。 苏灵骁告诉记者,目前它用四川话呼唤贝贝时,它还没什么反应,但换成英语语调,贝贝的耳朵就会微微动一下,眼神也有所不同。 我们和美国的饲养员是有一个交接,接下来我们也会有一个交接工作,就是我们会去了解他们那边的对于贝贝的培训方式,和它这些手势之类的我们会学习, 然后再慢慢地和我们的方法相结合,然后让它慢慢地适应我们这边的方法。 避风峡基地兽医程燕熙表示,目前体重约113公斤的贝贝身体状况良好,未来,避风峡基地将对它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并通过每日测量体温,观察进食情况和粪便状态等方式,确保贝贝的健康。 增加它本身体质,体质变好了,它就不容易生病,然后做好这个我们说的烈性疾病的这个免疫, 还有环境的消毒,还有这个外来人员和这个动物的这个进出的我们这个就是说要进行就是减少这些东西对它的干扰。 据了解,即日起,贝贝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之后将与公众正式见面。